欢迎来到我的菜园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种植枸杞的枸杞树 面前我自己盆是盆栽的枸杞 盆栽的枸杞有个好处 就是我们能够移动它的位置 因为枸杞其实它不要求太高温的地方种植 但是也不可以没有光照的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就是讲种植盆栽是好过地栽的 地栽是很容易 当你如果种植在一个没有太阳不住的地方 它就很容易有霉斑病 枸杞是适合牵牵牵 牵插来繁殖的 它牵插繁殖是很容易的 那我们首先是怎么牵插呢 牵插呢 我们一般是取下中间的梗 好像这一支最适合牵插 是中间这一梗 是不可以太老的也不可以太嫩的 太嫩的就是上面的也太嫩 这个我们取取取取这个中间这部分 那我这边有一些中间的部分 它是容易存活的 好像这一支 这一支呢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芽点 正在就是上就是发出来的 那我们这个很容易的 因为枸杞真的非常之出生的 我们就这样子 也不用泡水 就这样子插在盆栽里面 它就容易存活了 那枸杞呢 我是觉得你们如果呢 要打这个枸杞子呢 就千万不要一直采摘它 有时候我们会剪它的枝来做菜 但是呢 如果你一直剪呢 就影响它的结果 因为你剪呢 它又要重新 它又要重新生长 要很老 它才能够 有打这个枸杞子 那我们 好像这些盆栽呢 我是取决于 是做菜的 吃它的叶子的 如果你是吃它的叶子呢 我们就可以掰掉这个大叶子 掰掉这个大叶子呢 就给那个小叶子有营养 生长到 你也可以呢 如果它是生长的很多大叶子呢 你也可以剪下来 剪下来 来做菜的 那我觉得呢 种在地上呢 是很容易有这个 当没有阳光不足呢 就很容易就是会有那个百半叶 各位朋友 就是这棵是种在地上的 种在地上的呢 这个是没有光照的地方 因为它前面有一个果树 遮挡了 变成呢 就是光照不足 就是能够引致到它 这个很多白粉叶 很多白粉叶 我认为呢 都不影响它结果的 你看它很多花了 很多花呢 就是那个果实来的 就是枸杞子 那因为你修剪的太多呢 也会影响它结果的 所以我们就是 这些白粉叶的 就任由它生长些 就是先 它应该它的枸杞出来呢 应该是都可以结果的 但是就是有一点影响了 它的果子不太 不太好咯 不太甜吧 那另外呢 就是 它很多分支的 这些分支呢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 跌到地上呢 就是要用这个竹竿呢 架高它 那架高呢 它就避免它那个果 碰到地上 就很容易给虫吃 很脏的 好 所以呢 就是说 种在盆栽是好过 是地栽的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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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